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摆脱俄罗斯能源的依赖 俄罗斯官员则在观望和等待 他们认为随着经济阵痛起来 欧洲的决心将不可避免的瓦解 加拿大持刀袭击案第二名嫌疑犯落网 在经历四天后的搜捕 加拿大警方在萨斯卡车温州温省的罗瑟恩附近 逮捕了麦尔斯·桑德森 他与他的兄弟达米安·桑德森 涉嫌于周日共同实施了震惊全国的持刀袭击案 共造成10人死亡 并有11人受伤 警方已于周一发现了达米安的尸体 德意志银行首席执行官克里斯蒂 严安·索因周三警告称 中国对德国来说是相当大的风险 而欧洲需要各大银行联手抵御美国的竞争对手 这位德国最高贷款机构的CEO表示 德国过度依赖俄罗斯能源 因此将无法避免的经济衰退 俄罗斯已经停止了通过一条通过德国的主要管道 供应天然气 此举加剧了莫斯科与欧洲之间的经济斗争 并提升了该地区一些最富裕国家经济衰退 以及陷入能源配给前景的可能性 索因在法兰克福的一次银行会议上发表讲话时说 欧洲已经认识到过于依赖个别国家或地区 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情 他还表示 鉴于中国的日益孤立和日益紧张 俄罗斯现在必须面对与中国打交 德国现在必须面对与中国打交道尴尬的问题 塔利班领导人在吹捧其媒体改革的成功 所谓这些改革禁止阿富汗的国家和私人电视频道 播放被认为是不雅的节目 例如外国电影或者女歌手的歌曲 或者任何批评伊斯兰教或者塔利班的内容 本国95%的视觉和音频媒体机构已完成了改革 塔利班看守内阁新闻和文化部长 哈亚图拉·穆哈杰·法拉西 星期二9月6日在喀布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为了实施其各项规定 塔利班领导人曾设立了一个媒体监督办公室 对于每个广播节目进行筛选 以保证完全符合其严格的伊斯兰和政治偏好 专家们说 实际上所谓的改革相当于对于已经非常严重削弱的 阿富汗媒体进行广泛的审查 除此之外 塔利班还命令女主播在播报电视节目时 佩戴面罩和头巾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现在是美西时间晚上9点08分 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美国著名期刊《外交事务》9月6日刊登了 前中共党校教授蔡霞长文 题为习近平的弱点 狂妄与偏知如何威胁中国的未来 她认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很可能获得第三任连任期 但不满的情绪加剧 战争风险和社会动荡也会与之俱来 蔡霞教授2020年8月 被中共中央党校宣布开除党期 并取消退休待遇 官方理由是她发表有严重政治问题 和损害国家的言论 目前流亡美国的蔡霞说 自己仍和国内保持联系 文章也数度引用内部人士的爆料 周庄社介绍说 蔡霞文章首先讲述习近平及其家族 主要依靠父亲的影响力 从而在中共党内崛起了往事 显示中共是一个讲究人脉的组织 更像是黑手党组织 而不是现代政党 1990年代 担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的 贾庆林曾经接受习近平母亲的请托 帮助习近平崛起 后来习近平掌权后 尽管贾庆林及其家人 因巴拿马文件被揭露腐败 但仍然安度了习近平的反腐运动 蔡霞文章讲述说 习近平通过解决所谓的意识形态危机 以及发起反腐运动来巩固权力 一名党内知情人士说 2014年前后 习近平的手下登门拜访一名公开批评过习的高官 威胁他说如果不停止就要对他进行腐败调查 于是对方闭嘴了 习还在改变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运作方式 每个政治局常委甚至包括委员 都必须定期向他进行报告 并且由他亲自典型他们的工作表现 常委之间的友情及和平相处不再存在 北京一位前高官告诉蔡霞 国家副主席和习近平的长期盟友王岐山 曾向朋友抱怨 习和其他常委的关系已经成了君臣关系 在蔡霞的文章中 习还是一个琐碎的管理者 相对于邓小平 江泽民 胡锦涛 愿意给其他地方官员的灵活性 他是坚持只是要一字不差地被贯彻 蔡霞文章的另一个故事是 在2017年左右 解放军将领前国家主席的女婿刘亚洲 写信给他 建议调整新疆政策 停止关押少数民族主义 但被警告不要再妄议习近平的政策 习近平不接受其他人的建议 杜绝了一个自我纠错的重要渠道 蔡霞说 习近平要掌控一切的统治风格 导致他做出灾难多的决定 因为他没有能力把握指令的实际后果 新冠疫情就是如此 另一位国务院人士透露 上海疫情爆发不久 举行有一次约60名流行病专家参加的线上会议 他们认为 如果上海严格按照最新公布的官方指导方针 包括放宽隔离要求 那么这座城市的生活就可以大致照常进行 上海官员也都支持这样的做法 然而习近平文言大怒 强制地实行清零政策 上海数以万计的居民被禁止外出 许多次灾难发生 9月6日发布的一项报告 揭露了中国自习近平上台以来 扩大使用软禁范围 估计有数十万人被监视居住 该报告指出 中国大陆的所谓监视居住 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轻度版本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允许警方将嫌疑人关押在秘密地点 长达6个月 包括专门修建秘密关押的场所 与改建的国营招待所房间等设施 中国大陆的监视居住时间也长达6个月 在实施地施在家中 允许嫌疑人在监护下离开家门 可以使用电话、电脑等通讯设备 以及接受访、探访 但是也可能会剥夺这些权利 改为较为严厉的形式 像是禁止嫌疑人与外界的所有联系 探视与离开软禁地点 使其基本上处在单独监禁 报告形容此为监禁 该报告指出 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2012年上台以来 以及修订的刑事诉讼法 在2013年发生效后 中国与法律名义实施软件的做法 迅速增加 报告称 在中国最高法院的数据库中 大约提到监视居住27万次 但据估计 在习近平执政期间 至少有56万至86万人 被以合法的形式监视居住 保护卫士发现 根据官方数据 在习近平执政2013年 监视居住措施被用于5549起案件中 2014年该数字急剧增加到28004例 增加了417% 后续每年数据大致都有所增加 报告指出 监视居住滥用的范围巨大 形容这是一个让当局在法律不允许拘留 或者逮捕时 能够控制嫌疑人的强大的武器 许多维权人士的家人都受到了监视居住的迫害 报告还列举了相关受到监视居住的案例 包括中国公益组织长沙赋能负责人 成渊的妻子施明磊 无锡维权人士陈爱斌 辽宁维权人士赵震甲等人 中国公益组织长沙赋能负责人成渊被关押后 他的妻子施明磊就曾面临被中国国安人员监视居住 冻结银行账户以及扣押证件等迫害 中共二十大召开再起 官媒新华社社长傅华发表署名文章 吹捧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但他的三个一分钟口号却引发了网民的嘲讽 曾在中国深陷十年牢狱的作家齐家珍告诉美国之音 傅华的论述让他想起了劳改营的规矩 仿佛华把自己和全中国的老百姓都当成了劳改犯 不准逾越习近平的规矩 他说傅华的文章也预告了 中国未来五年的舆论空间将更加的紧缩 新华社社长傅华在9月2号 中国网信杂志署名发表近三千字的长文 吹捧习近平的强国思想外 还发表了新华社将让党的主张成为时代的最强音 并做到三个一分钟 也就是一分钟都不站在党的队伍外 一分钟都不骗离习的指正方向 一分钟都离不开习近平和党中央的视野 虽然复华的文章未在中国境内获得太多关注 但引发了海外华人圈热议 并通过推特频频对他的三个一分钟口号尽嘲讽之势 中国推友吴文行笑问 习近平是指南针还是手表指针 三个一分钟估计这社长是不是中表店出神吧 也就剩三分钟了 现时美国的谢万针自诩是中国民主党主席 他在推特发文称 这是习总书记的最后三分钟吗 如果是这是不祥之兆 同样也履居美国的前中共中央党教教授蔡霞 更推文形容这是比拍马的文字竞赛 他写道这些当官的真是官迷心窍了 三个一分钟在墙内评论大翻车 这帮抛弃任何底线拼命往上爬的家伙 自己要当奴燦 还要让新华社全体人员给他当垫脚石 中共党内现在这帮家伙让大家大开眼界 没有最无耻只有更无耻 在中国境内 复华的文章通过微博被转发的次数并不多 而且多数留言区的反馈也几乎是挂零 或因遭屏蔽而无法显现 其中一则文章转发虽获得了二十多留言 但批评者为少数 一名为午夜星空的云南网民贴文回应 国内绝对一流国际洗洗睡吧 灯灯灯的山东网民批评 国际撒谎吹牛逼一流 北京的网民调侃复华说 咱别搞笑 中国官方周三9月7号公布的8月 禁出口数据显示 受极端天气通货上涨 疫情反扑 海外需求减弱等多重因素影响 中国对外贸易增长势头急剧减速 搭响了中国经济增长 三架马车全部熄火的警报 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 8月份中国出口总额为3149亿美元 增幅7%多一点 与7月的增长18%相比还不及其零头 远低于分析师们预计的12.8% 进口数据也相当疲软 进口总额为2355亿美元 增幅0.2% 与7月份本来就很疲软的2.3%增幅相比 更加显得微物足道 路透社说 今年以来 中国经济面临着俄乌战争 美国加息 国内疫情防控和通货膨胀等多面的挑战 推动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 投资 消费和出口 就只剩下出口这一项 还保持着体面的增长 但8月的数据显示 随着海外需求的减弱 中国的国际贸易遭遇的阻力 远远超越了专家们的预期 在习近平主政的近十年来 持续高速增长数十年的中国经济大幅减速 从前年增速10%左右持续下滑 国际经济预测机构普遍认为 中国经济今年的增速可能只有2%至3 随着经济减速 投资和消费这两大驱动力 对经济增长所起到的关键作用 已经大大减弱 出口高增长的时光已经不再存在 但依然保持着10%以上的增长 新的数据显示 三架马车中的最后一架 也出现了严重的失速 陆通社援引国泰均安首席经济学家周浩的话说 看上去出口走出去疲软到时间比预料的更早 最近的货运数据显示 货运价格大幅回落 美国欧盟等需求已经放缓 周浩估计价格因素将会继续影响贸易 从今年一季度以来实施进口增长 已经出现了附属 需求的阻力正在增加 美联社星期三的报告指出 西方经济已经放缓 美联储和欧洲以及亚洲的中央银行都在加息 以遏制通货的上涨 中国国内许多城市继续执行清零抗疫方式 不断采取封城的严厉措施 重挫了消费者的花钱意愿 广告后已经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您上一次访问您居住的城市是什么时候 您可以在西雅图市中心的62号码头找到一切 这是自然和社区相遇的地方 从节日和音乐到上课和表演 这一切都发生在西雅图的62号码头 加入我们 在此发现您的城市 夏天到了 去62号码头看看 因为那里的夏天更加美丽 请访问waterfrontparkseattle.org 了解更多活动信息 惠安娜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 并持惠人关怀精神以您为先 专注支援您的整体健康 并提供各种计划选择与服务 让您能从联邦医疗保险中获想更多 更有华语持照保险经纪人 助您找到适合的计划 拥有健康的黄金岁月 快置电855-649-7131 听账专线711 洽询华语持照保险经纪人 如果您光搬家 新加入联邦医疗保险 或将满65岁 就可能符合资格加入新的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 热热祝贺热热祝贺热祝贺热祝贺热祝 width 热祝到中文第在西亚都中文第在西亚都中文第的西亚都中文第在五月 开播十周年 今天来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我是柯宇辰 我是丁燃 今天是2022年9月7号 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美国议员们在一个月的夏季休会后正在返回华盛顿 参议院这个星期返回众议院则是下个星期开始 由于民主党对参中两院只有微弱的控制 而且拜登的立法计划中的一些重要法案已经通过 民主党人计划通过几个重要的新立法 但他们离国会再次休会只有几个星期的时间 议员们届时在11月3日中期选举前开始竞选 美国议员们将无法在9月30日前就一项预算法案达成一致 政府资金届时将用完 这已经是几乎成年的惯例 民主党和共和党人通常会就一项短期的持续决议案达成协议 让政府继续运行 但持续决议案是否包括选举后到年底 或甚至可能更远的预算还不清楚 美国国防部提前宣布将在星期三再试射一枚 未携带弹头的民兵三型洲际导弹 美军上一次试射比此型号的洲际导弹是在今年的8月 五角大楼发言人空军准将帕特·莱德星期二 在做出这项宣布时说 美军大约一个月内两度试射战略导弹 是因为上个月的试射被推迟 而计划星期三早晨在加州范登堡空军基地 实施的试射是早已安排的例行试验 莱德说与以往一样 这次导弹试射也是为了确认和认证 美国核威慑系统的有效性和战备状态 一名西方外交官说 白宫周五拒绝把重启2015年 一行核协议与联合国核监督机构 结束调查联系起来 此前一天 伊朗重新提起了这个问题 伊朗周四对欧盟提议的一份文本 做出了新的回应 欧盟提议恢复伊朗限制其核项目的协议 以换取美国欧盟和联合国 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 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 在2018年放弃了该协议 并重新实施了美国的制裁 促使伊朗开始违反该协议的核限制 让美国阿拉伯以色列重新担心 伊朗可能在寻求制造原子弹 伊朗否认其有核野心 白宫新闻秘书卡林让皮埃尔说 重新执行联合全面行动计划 和调查伊朗根据不扩散条约 承担的法律义务之间 不应该有任何条件 他指的是正式称为 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协议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后引发的效应持续发酵 中国对台湾的军事恫吓 使美国国会两党对抗中国 支持台湾的立场更为一致 目前在国会涉台法案中 参与外委会预定9月审理的 2022年台湾政策法最引人注目 这个印在重构美国对台政策的立法 被一些中国学者认为直接挑战美中建交的基础 中国会做出比佩洛西访台更为强烈的反应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 中国在佩洛西访台以后 大规模实施趋势演习 做出回应目的是要以此来阻止美国 以切香肠的方式改变其一中政策 并强化与台湾的实质关系 但中国的做法却反而强化了美国国会 不分党派抗衡中国的立场 在国会一些支持台湾的立法 也在继续推进 其中参与院外委会即将审理的 《2022台湾政策法》最引人注目 下面播报信仰图本地新闻 接着到9月7日晚上 全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 95020834人 新增1410133人 死亡1048989人 新增855人 接着到9月1日晚11点59分 华州新冠病毒病例为 1791053人 死亡3841人 死亡14103人 其中进入县确诊人数为 508805人 死亡3115人 皮尔斯县确诊人数为 226680人 死亡1505人 我们这个地区大约有 五个无家可归者的避难所 我们觉得我们已经不堪重负了 我说这个重负不是 无家可归者给社区带来的 而是那些历史者 他们贩毒和性工作者带来的 9月8号下午5点 在西雅图中国城庆喜公园 将举行有关中国城附近 无家可归者庇护所的集会 让我们的声音被政府听到 您会来吗 西雅图市政府正在提供 一系列服务来支持家长和家庭 以响应西雅图公立学校 周二宣布的 2022至2023学年的 开学时间将被推迟 西雅图公园和娱乐 与联合娱乐委员会合作 将从9月12日星期一开始 在八个指定的社区中心 提供娱乐活动中心 六小园至六年级的学生 将可以免费参加娱乐项目和活动 并且家庭将能从 9月8日星期四开始在线注册 随着新学年开始推迟 西雅图市正在启动社区中心 作为休闲娱乐场所 提供我们知道学生在经历 两年的大流行中 断后需要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哈雷尔市长说 我们鼓励将适合学期 紧急地达成一项 公正和公平的解决方案 以我们的学生为中心 优先考虑他们的教育和未来 美国地质调查局和国家公园管理局 周三平起了推特用户的紧张情绪 上午十点半左右 有许多人在推特上谈论 雷尼尔火山似乎出现了烟雾 地质勘测局的火山部 向人们表示 成层的火山并没有喷发 许多火山学家正在现场安装新设备 并确认没有异常活动 国家公园管理局证实了这是一个透镜状元 从某些角度被误认为是在通风 关于该州因如何使用 从销售大麻中获取税款 华盛顿有很多的争论 华盛顿州选民在十年前的2012年 选择将休闲大麻合法化 据华盛顿州财长称 该州在2021年搜集了超过 5.59亿美元的合法大麻收入许可费 华盛顿州立机关可以解决 如何使用大麻收入 只要它遵循该倡议的初衷即可 目前最大的一笔钱 用于帮助国家支付低收入家庭的医疗费用 在整个美国这场大流行带来了 自二战以来最大的单年入学率下降 在西雅图预计显示公立学校的人数 将在未来几年继续下降 根据学区预算会议的数据 预计到2026年入学率每年将下降 数百至一千左右 西雅图公立学校的入学率下降 可归因于家庭搬离 此外全国范围内的出生率也在下降 资金是基于招生 当学生人数下降时 国家分配给学区的资金就会减少 这对学校和家长来说都不是一个好消息 西雅图公立学校在教师以压倒性多数投票批准罢工 具体涉及特殊教育和多余种学生的薪酬 心理健康支持以及人员配级比例等问题后 开学的第一天被延后 定于9月7日星期三开学 罢工于星期三早晨7点30分开始 教育工作者计划从早晨7点30分到下午3点30分 在整个西雅图的SPS大楼设置纠察线 直到SEA成员批准临时协议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 最低气温华氏54度摄氏12度 明天多云最高气温华氏69度摄氏21度 最低气温华氏53度摄氏12度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 谢谢 Crossings TV Comcast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 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 东方新闻 凤凰卫视新闻 《非诚勿扰》《一战到底》《芝麻开门》 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 请记得收看Crossings TV Comcast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 查询详细节目信息 请访问www.crossingsTV.com 肌肉骨骼伤痛 车祸 工伤 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 康健康健 祝您健康 电话206621 7501 206621 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 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 请您支持我们 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盈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 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 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 捐款的PayPal账号是scbaceattle at 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 8698 206619 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下面先您介绍体育新闻 北京时间9月8日凌晨3点 2022-23赛季欧冠C组首轮展开争夺 巴萨主场5比1大胜比尔森胜利 来万帽子气法凯西·费兰托雷斯进球 法利德 容 凯西 罗贝托 克里斯腾森和阿尔巴轮换出场 北京时间9月8日凌晨3点 意大利当地时间7日21点 2022-2023赛季欧冠A组首轮展开争夺 比物浦客场1比4布迪纳布勒斯 纳布勒斯前47分钟连入4球 迪亚斯挽回颜面 北京时间9月8日 据相关媒体报道 近些年一直非常讨论的NBA扩军计划 近年来已经有了新的进展 官方预计在10月份对外宣布扩军计划 预计西雅图和拉索加斯将成立两个新的球队 据悉在10月1日和10月4日两天里 NBA联盟将两场季前赛安排在了西雅图的 Climate Pledge球馆 这两场的季前赛进行期间 NBA联盟将最终宣布在西雅图和拉斯维加斯的 扩军计划 北京时间9月8日凌晨2022 每晚公开赛继续展开南单四分之一决赛争夺 22号种子本土球员地亚福全场化解 全部四个破发点 在一季赛战S作为结束 最终以7比6 6比4直落三盘 击落9号种子选手 卢布列夫 职业生涯首次挺进大满贯 南单半决赛 同时也是连续第二年 在法拉盛公园将卢布列夫淘汰出局 卢布列夫第六次出战大满贯 四分之一决赛全败 继2017年 2020年之后 第三次止步于 每往南单八强 三千分别的消息 道琼斯工业指数今天上涨了435.98点 破1.40% 数报于31581.28点 南斯拉格宗指数下跌246.99点 破2.14% 数报于11791.90点 标普500指数上涨71.68点 破1.83% 数报于3979.87点 截止发稿 归新属市场方面 COMEX黄金期货上涨20.10美元 报收于每盎司1726.20美元 国际原油市场方面 美国WTI原油期货 报收于每桶82.35美元 国际布伦克原油 报收于每桶88.91美元 比特币 报收于19240.28美元 新属发稿 上涨指数下跌4.71点 收报于3241.81点 香港横指下跌97.15点 收报于18947.62点 日经指数下跌561.95点 收报于27992.25点 接着发稿 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 为每100美元兑换 696.72元人民币 高盛经济学家上调了 他们对美联储加息步伐的预期 目前预计本月会议将会 连续第三次加息75个基点 第一月再加50个基点 此前的预测分别为 加息50个基点和25个基点 他们预计美联储在12月会议上 将把加息幅度放缓至25个基点 我们可以想象 加息周期将会延续至今年以后 苹果发布新iPhone 并推出了新款智能手表和耳机 新款iPhone14和14Pro 增加了卫星电话的功能 允许用户在偏远地区 连接紧急服务 改进了摄像头 Pro机型还对面部识别系统的缺口 进行了重新的设计 尽管全球经济降温 其他智能手机制造商面临减产 但苹果还保持了强健的发展适从 该公司计划生产 比一年更多的手机 乌克兰国家通讯社7号报道称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在7号晚间的例行视频讲话中表示 当天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 做出一项重要的决定 对俄罗斯606人实施制裁 其中包括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 28名成员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 154名成员 以及俄罗斯国家赦马424名代表 会集天下大事 聚焦华人热点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新闻夜线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 柯宇帆和丁燃为您播报的 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新闻路易柯宇帆和小源 想要了解更丰富和最新的内容 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o.com 或者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主页Chinese RadioSeato 微信公布平台 即是西雅图 签了微博账号 西雅图中文广播电视台 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APP Chinese RadioSeato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 美国故事栏目 下面把时间交给小源